荣耀Play5深度评测 荣耀刚刚发布了新款手机荣耀Play5 主打超级快充和轻薄手感 那么这款手机的整体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荣耀Play5整机厚度近为7.46毫米 在市面上的5G手机里 是非常难得的 整机重量为179克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轻薄 对于荣耀Play5所使用的 单电芯双毁路电子方案 先薄的机身和轻的重量 带来了极致的手感 侧面采用了超薄纸边中框设计 整体视觉观感极具冲击力 很多人会担心 纸边中框带来的割手感 但荣耀Play5的纸边中框 采用了抹杀工艺 握持起来手感温润 后盖采用了玻璃材质 质感非常的棒 荣耀Play5支持66瓦超级快充 采用了单电芯双毁路设计 手机采用了单电芯电池 可以保证电池健康程度损耗极大减缓 但在充电速度上可能会有所减缓 手机采用了双电芯电池 可以保证电池充电速度大幅提升 但多半年或者一年后 电池健康程度损耗较大 电池续航大受影响 这看似矛盾的两点 在荣耀Play5手机上被巧妙的解决了 荣耀Play5手机采用了单电芯双毁路设计 利用电芯分流技术 可以避免电池容量拆分损耗 相较于双电芯电池 电池容量牺牲小 而且电池寿命长 荣耀Play5还升级了电芯电化学体系 大幅改善电芯的循环寿命 一千次充房电后 电池容量仍能达到原始的90% 而且采用了电芯双毁路设计 可以使机身更为先保 因为双电芯方案是两块电芯拼合而成 存在约8%的空间浪费 外观更拥肿 改方案安全系数更高 荣耀Play5电池保护版 达载了创新分流技术 采用了两级IC安全设计 从整体看 电池保护版的面积更小 电阻更小 放热重度更低 安全系数则更高了 可以说是同档位最佳充电体验的手机 荣耀Play5 搭载了一块6.53英寸的OLED屏 达到2400×1080 支持DCI P3色域 视觉效果 色彩分明 整体观感非常的不错 支持DC调光 护眼防屏闪 也是支持屏幕指纹解锁功能 同时支持AOD灭屏显示 平常看个时间什么的更为方便 而且有电子书模式 看电子书的时候 护眼更加健康 前置1600万镜头搭载了人像超级夜景功能 视频通话非常清晰 而且晚上视频通话或者自拍也依然清晰动人 后置搭载了6400万超清主摄加8万超广角镜头 加4厘米微距镜头加专业人像景深镜头 支持超级夜景算法 夜晚拍照 5G暗光 6400万主镜头 拍人像时搭配专用的人像景深镜头 能够获得更为自然准确的人像规划效果 拍人更为生动 Royal Play 5的主副卡槽均支持5G网络 根据数据强弱 智能切换主副卡数据 上网流畅无卡顿 而且得益于荣耀在5G通讯技术上的积累 Royal Play 5搭载了5G省电技术 5G整体功耗降低47% 享受5G提升的同时 也不具功耗的压力 总结 整体来说 Royal Play 5是一款极具体验感的手机 支持66W超级快充 是同档位最佳体验的快充 加上轻薄其身 带了极致手感 足以成为很多人的构机对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